美國玩殘大笨象,協議簽完不算數? 大笨象洗黑錢案,惠控認罪 簽了與美國司法部的延後起訴協議 年月罰了十九億美金都還給了 想不到這樣都可以推倒從來 英國每日電信報報道,惠控就監管洗黑錢不力 與美國司法部在去年12月達成的協議 可能會告吹 事關這位法官考慮取消協議 報道說,如果這個協議真的沒有了 惠控可能要面臨刑事起訴 甚至不能在美國再營運 惠控就發聲明,說自己做了好多事 去符合同英美政府協議上的要求 又質疑這位地區法院法官 有甚麼權去挑戰惠控與美國司法部的協議 昨日惠控在倫敦開股東大會 CEO歐志華就重申 說已經與英美監管當局 得正然後起訴協議 帶來十九億美元的罰款代價 但就沒有說法院通不通過 不過有證券家人士說 有關的報道可能只是反映美國司法界 想取得更多的敲襲行徑 即使協議真的能推倒重來 對大部分的影響都不大 可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